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部总经理饭点宣布了小米与宜嘉的战略合作 宜嘉全系智能照明产品将接入小米iART支持米家APP以及小爱同学语音控制 12月份中国将最先上线 饭点表示 雷芷表示过去20多年iART是以PC为核心的 而小米2014年做iART做的是以手机为核心连接所有设备 近几年iART能够迅速发展 要感谢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 2014年小米专门成立iART的智能模块 承诺要将材料成本价推给合作伙伴 实现设备智能化 此外 小米还成立了生态链部 过去投资了100多家企业 雷芷表示目前小米iART平台已经支持的设备就2000款 智能设备连接数超过了1.32亿台 基于iART平台小米鱼音助手 小爱同学到目前为止 一类即激活一亿台设备数量 雷剂唤醒超80亿次 越活跃用户数超过3400万 二年前 人工智能取得了巨大突破 人工智能对iART来说能够复能的地方非常多 雷芷表示 我相信 AI加iART也就是iART未来将会嵌入到每一个社会当中 在35年内 每个智能设备都将带有iART控制模块 因此 雷芷表示 未来AI加iART将是小米的核心战略 崔玉贤 雷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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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成cast 雷芷表示 未来 小米 你们 雷芷表示 最好的 雷芷表示 雷芷表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